大家好,我是Stan 肖娜和永俊娘将要结婚了 根据今天韩国YTN的独家采访报道 肖娜和永俊娘将于10月11号在首尔举行婚礼 一位守着两人关系的娱乐业内人士向YTN记者透露 他们长期以来以朋友身份相处 彼此非常理解在娱乐圈的辛苦 通过互相的慰藉和共鸣建立了深厚的信任 最近进展为恋人关系后,对爱情有了确信 因此决定结婚,两人互相给予积极的能量 期待他们在婚后的活动会更加活跃 而一开始回复媒体们正在确认的搜索公司 没多久也认爱了 肖娜和永俊娘曾在Cube娱乐旗下 分别作为Promini和Beast成员活动 当时他们在同一家公司 并通过一起登上舞台和出演综艺节目 建立了深厚的缘分 2010年,永俊娘也曾参与肖娜的个人单曲Change the Feet 今年10月8号,两个人在各自的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牵手三步的背影照,公开了恋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经纪公司员工们肯定快气炸了 我对你们结婚没兴趣 但拜托不要装成情圣上恋爱节目 应该知道原因吧 难怪前阵子她发了类似于道歉性的东西 他们真的很配搬 希望这是真的,祝他们幸福快乐 对于Hiona永俊娘的结婚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人家亲吾的歌曲在YouTube上被删除了 其实,正确来说,是尤家亲吾原本的所属公司 所属秘境在与海埔合并之前发行的专辑 从YouTube秘境中消失了 而不只是YouTube秘境 在IG上也搜不到尤家亲吾的旧歌 Spotify上的尤家亲吾歌曲名称也从海王改成了英文 这些情况让尤家亲吾的粉丝们感到非常愤怒 因为YouTube方面已经表示这并非系统错误 所以很多粉丝们猜测,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问题 我喜欢尤家亲吾的歌,有把喜欢的歌曲放在YouTube秘境里 想听的时候就拿出来听 今天也想听,结果发现所有的歌都消失了 真是无语 哎,最终还是变成这样了 怎么能在一瞬间把原本很成功的女团毁掉呢? 真担心Promise男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消失 Hive只是规模大,实际上却像小公司一样 Sauce Music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 是吧,真的不会做事 虽然现在小女友们在各自活动中 但一定会完全体会归的 虽然觉得很困难 但真的希望Hive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4月开播的选秀生存节目I Land 2 在激烈的禁言后 最终确定了将以新女团身份出道的7名成员 7月5号I Land 2制作组表示 在4号直播的最后一集中 确定了确详恩、Promkinmin、云基隆、Coco、Yusara、Mai、Chunsebi 将以女团I Jina出道 原本I Land 2预计选拔6名成员出道 但主要制作人Teya宣布将Chunsebi选为额外成员 所以I Jina最终以7人组合出道 透过I Land 2诞生的女团I Jina 在Teddy的制作下 目标在今年发布新曲与粉丝们见面 希望I Jina能打发 7月3号Bikitt宣布 Promtan 松原弹的金 将作为2024巴黎夏季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手 参加7月27号的火炬传递活动 而这个消息在Google趋势中的2024Perry Olympics相关搜索词中 排名第一 获得了爆炸性的反应 主要外媒也对金的消息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并发表了相关报道 美国Bikibot在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上 砍登了Promtan 松原弹金的报道 文章中提到 虽然具体日程尚未公开 但仅将传达团结与和平的信息 BangTan 松原弹金 何棒棒